任何生命皆有情 任何生命皆有缘 任何生命皆有苦 不要杀生 既是对生命的尊重 也是对大自然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尊重 融回重生是存在的 虽然我们不可见 不可改 但不一定就不存在 世间万物 不可见不可感的物与情多了去 不要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与心灵 更要相信万千世界的广袤与未知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遇到过 狗狗半夜嚎叫的情况 大多数时候 这是一种困扰 但有些时候 狗狗的叫声至关重要 台湾的林女士家里有两个小孩子 一个八岁的人类小男孩和一只十岁的狗狗波卡 两个小家伙从小感情就特别好 自从林女士的儿子出生以后 波卡就十分自觉地担任了守护小主人的职责 儿子一有风吹草动 波卡都会第一时间呜呜叫提醒家人 并且冲进房间查看弟弟状况 是个相当称职的汪宝姆 连林女士都常常自嘲 如今儿子在狗哥哥的陪伴下已经健康长大 停满地过了八岁生日 而波卡也已经快要十岁 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林女士不敢回首 七年前的一个晚上 林女士把四个月大的儿子放在婴儿床上安抚入睡后 就和丈夫回到主卧休息了 没想到半夜两点左右的时候 波卡像是风美一样在家里狂叫 窜来窜去地推林女士的大腿 半夜被这样粗暴的方式叫醒 可想而知林女士的心情 再加上担心狗狗养成坏习惯会吵到邻居休息 林女士就准备起来修理波卡一顿 便追着狗狗跑进了儿子的房间 进去之后林女士就傻眼了 婴儿床上空空荡荡 哪里有儿子的深夜 林女士赶紧开灯看床的另一边 发现孩子裹着棉被和枕头 全部建在一起掉在了床底下 当时儿子脸色发红嘴唇亲子 已经没了气息 林女士吓得手脚发抖 赶紧拍了拍儿子的背 过了好一会儿子才缓过气来 开始断断续续地哽咽 吸了一口气之后放声大哭 脸部血色才渐渐恢复正常 而全程波卡都紧张地站在床边看 当他一发现弟弟终于恢复正常呼吸后 马上跑去闻了闻他 林女士和丈夫都一阵后爬 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波比提醒 儿子会怎样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马来西亚 凌晨五点钟 马拉一家人都在沉睡 家里八个月大的狗狗阿南达维利突然开始轻咬马拉的头发 马拉以为狗子是想喝水 便嘟囔着让狗子自己去厨房找水喝 自己翻得个身又继续睡觉 没想到一向乖巧的阿南达维利不但没有离开 反而开始轻咬自己的脸和耳朵 还不断扯自己的睡衣 马拉被烦得不行 便睁开了眼睛 正准备斥责狗子时 才发现家里四周都已经着火了 马拉赶紧唤醒家人们起来逃生 马拉的丈夫因为中风半身瘫痪 在这次的火灾中 18岁的小儿子使出吃奶的力气 才勉强载着父亲逃出火海 如果不是阿南达维利提醒即时 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最后房子因为火灾几乎全毁 好在一家五口平平安安 其实狗子刚出生的时候非常虚弱 甚至一度濒临死亡 大家都认为他活不下去 但马拉不忍心放弃 每天都细心照顾 亲自喂奶 可以说没有马拉狗子根本活不到今天 但马拉也没想到阿南达维利会在今天救了全家人的秘 狗子的英勇事迹被传开之后 当地的议员表示可以帮助马拉重建家园 并号召筹款 款项除了用于帮助马拉一家之外 还将用于地方的动物收容所 相信很快马拉很快就能再次拥有温馨舒适的家 也许这就是人们为何喜欢狗狗的一个原因吧 他们懂得报恩 他们没有保留地爱着主人 众所周知 佛家有诸多清规戒律 其中佛门五戒是专门用来约束佛门弟子行为准则的标志 五戒其实就是指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其中杀生排在戒律第一 其罪业最为深重 佛语有云 善恶之报 如影随行 破害一条生命 就是在造作罪孽 与众生结怨 或现世报 或来世报 总之因果不空 天下万物皆有灵性 纵不能戒杀 也莫要多造杀生 在佛家看来 如果个人如果造诸杀业 来世必定会附入畜生道 而现世福报消减 容易引来祸端 尤其当霉运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身边人时 更是要坚信果循环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莫造罪孽 尤其是面对有灵性的动物 大家一定不可伤害 因果不虚 曾在佛经上看到过这样的记载 佛陀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给世间许多动物都赋予了灵性 这些动物在某种程度上 是与人处在同一层面的 甚至还要高于人类 譬如蛇、龟、泥线、黄鼠狼狗、狗、马等动物 这些都十分有灵性 可其实大可不用做太多解释 作为公认的人类最好的伙伴 在很多事情上都证明了 狗通人性这一事实 佛经上重点提到的动物有两种 一者是蛇 佛经上写道 蛇的称恨心很强 属于有仇必报的那种 所以人们往往在伤害蛇之后 果报也来得比较明显 二者是龟 在佛经中提到 佛陀在度化龟时 赋予了他长寿 所以自古以来龟都被当成了寿禄的象征 伤害龟就是在自损寿源 果报也是非常严重的 因果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自古以来 对于生命以及因果方面的话题都是争论不休 如是道三家文化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到了人生的吉凶或福 像儒家的弟子归 道家的太上感应篇 佛教的实善业道经每部经典归 这些根结底都是欠人向善 语言虽简念 却包含着人生的大智慧 太上感应篇中讲 祸福无门 为人自照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每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 都是自己的言行举止所感召来的 所以想要人生事业顺畅 家庭吉祥 积德向善就是最有效的方式 因为有因必有果 我们与人为善 将来所遇到的事也都是善的 行善的前提 先做到不去作恶 不然就像王有洞的桶里注水一样 一边积福 一边折服 行善就要做到佛教的五戒 就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忘语 不饮酒 五戒中杀生是排在第一位的 世间人为了自己的复制欲 肆意地伤害这些小动物 殊不知要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业障 待到姻缘成熟时 果报还是自己受 再者动物也是有觉知的 就像人们常说的 通人性 所以有些动物是不能伤害 因果严重 在此列举这两类灵器动物 不要伤害 不可杀 不可食 要紧记在心 第一类 猫 狗 牛 以及家养和人类最亲近的动物 现在很多人家中都爱养宠物 对于猫狗这类动物伤害还是很少的 对于无肉不欢的人 几乎也是很少杀害这类动物 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人喜欢吃狗肉 牛肉的 猫和狗都通人性 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在农村家里养的牛也是对这个家庭有很大的贡献 按照佛教所讲的因缘果报 和家中的动物也是有很大的缘 所以我们以后对家中的猫狗都要善待 在外面见到流浪猫 流浪狗给它们放点食物 也是为自己积德 动物也懂得感恩 要知道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比网际网络还要复杂 说不定哪天自己的一个善举 就给自己种下的无量的福报 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福报突然现前 问题就得到解决 第二类 蛇、龟、狐狸、黄鼠狼 这类动物不要伤害 在动物中 蛇、龟、尼苏、黄鼠狼、鲤鱼、刺猬等都是十分有灵性 尤其是蛇 称恨心很强 所以伤害蛇的话 因果报应就比较明显 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中也讲到 无故归打蛇 是极为不好的 希望人们再遇到这类动物 不要伤害它们 更不要贪图口服之小 要知道因果不饶人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一切有命者我们都不要去伤害它 杀害它 它们都是生灵 都想活命 世上没有一种动物它不想活着 它们都想活 所以我们不愿意去伤害它们 这是从慈悲心出发 希望大家都要引以为戒 不要为了自己的意识之快 伤害这些无辜的动物 给自己种下难以消除的业障 求福者 借杀放生才是明智之举 跟弥陀佛 祝大家吉祥如意